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缆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酷尔音乐 独家播出 欢迎点击订阅 生活很苦我们要填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诊疗室 嗨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一 我们常说在亲密关系里 两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藏着多多少少的秘密 有些秘密是他专门 为你准备的小惊喜 而有些却是他不能公开的秘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那些恋爱中的小秘密 都是什么样的 陈一你好 我想知道男生的手机里会藏着什么秘密吗 自从和男朋友在一起之后 他从来都不让我看他的手机 也不告诉我开机密码 有时候两个人走在一起 他总是时时刻刻盯着手机 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有次出去吃饭 他出去了一下 手机上收到一条消息 我就拿起来看了一眼 他回来看见我拿着他的手机 就立马抢了过去 还对我发脾气说 能不能不要随便窥探别人的隐私 我是他女朋友 难道连这一点权力都没有吗 我后来问他是谁发的信息 他也一直支支吱呜呜的 他在对我隐藏着什么 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姑娘 其实爱情里所有的bug 该发现的当事人心里都清楚得很 而看手机也仅仅是一个符号 代表着两个人是彼此信任的关系 说到信任 这是任何感情的基础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真的想要走得更长久 就一定要让对方信任 如果他能够给予你足够的信任 就不会对你有所隐瞒 手机你随便看 短信微信你随便翻 甚至QQ账号密码都会告诉你 这样的男生才能够给你一段 有安全感的恋爱 如果你们的相处变成了 每天都是互相的猜疑 那就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要记住爱情不是设计出来的 也没有什么固定模板 而信任就像弹簧 你不去压就能维持两边的平衡 但如果你去质疑破坏这种平衡 产生的作用力 伤害的就是你们两个人 要说男生会有秘密吗 有 即使在亲密的关系 每个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至于具体的秘密是什么 可能是他想掩盖的伤疤 或是他不愿意提起的过去 既然这样 就让他保留在自己心底吧 很多时候没必要八个金光 况且他爱不爱你 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完全不用去猜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位 来自叫理查德的听众 在后台跟我们留言说 我最近一直很纠结一件事 我和男朋友刚刚在一起不久 现在还处于一个互相了解的阶段 过程中我发现他有一些地方 做的不如我前男友那么好 比如他不会记住我爱吃的口味 和我不喜欢的东西 前男友对这些是了入之掌 还有就是他有时候 会莫名其妙的不回消息 而我前男友每次回消息 都是秒回 时刻告诉我 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 所以我就在犹豫 要不要和他以开玩笑的形式 谈一谈前任 就能让他从前男友那里 学到一些东西 但我又怕如果这样 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是想要和他走得更远 所以我才觉得 过去的经历会很重要 我只是希望他可以比前男友 做得更优秀 也没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现在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这些事情 我建议你不要说 爱情不是去市场买菜 可以比比谁家的更新鲜 谁家的更便宜 更何况一个男生再怎么爱你 他也是无法容忍你 经常在他面前提及 前任有多么优秀 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是你 你能接受对方在你面前提前任吗 这时候你就要学聪明一点 一个男生越爱你 越会渴望成为你心中的骄傲 如果你仗着一个男生很爱你 不停地在他面前夸奖前任 有多么的优秀或出色 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总之 感情里也要注意分寸 有些话可以说 有些话尽量少说 或干脆不说 拿前任和现任比较 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前任真的那么好 你们当初也不会分手了 如果现任真的那么差 你们当初也不会在一起 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是不会畏惧彼此的缺点 而是珍惜彼此的优点 包容彼此的缺点 更不是自私地要求 对方变成更完美的人 去迎合自己 如果爱情还要货币三家的话 那就不是爱情了 那就要买卖 今天的最后一位叫小樱桃的听众留言说 成衣你好 听你的节目已经三年了 有个问题想要咨询 最近和老公的关系相处的不是很好 感觉我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裂缝 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想的太多的原因 还是怎么回事 总是觉得他有事瞒在心里 而且每天回家也不愿意多跟我说话交流 也不愿意搭理我后来问他 他只是敷衍地告诉我是工作上的事 再问下去他还觉得我烦 但是我问过他的朋友们 说公司里最近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他对我们之间的感情厌倦了 觉得平淡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他出轨了 所以才开始对我变得这么冷漠 我还专门留意过他的行踪和消费支出 查过他的通话记录 他知道后说要分剧 我该怎么挽回呢 真正情商高的女人不会轻易地告诉男人 他对他的各种猜疑 如果你无法容忍一个男人在你面前逃避现实 你可以当面和他沟通清楚 只不过要注意你的表达和措辞 你不能直接抱怨或者怀疑 男人听了他也会觉得心情烦躁 两个人都是需要各自的空间的 何况你都已经在监视他的生活了 他怎么能不生气呢 真正好的感情不是你们没有脾气 而是懂得适当控制自己的坏脾气 如果你在感情中动不动就怀疑和抱怨对方的真心 你经常逼迫对方妥协 那么时间长了 不论是谁都会感到身心俱疲 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的甜蜜 如果偏执的要从对方那里挖到爱或者不爱的证据 注定是要失望的 你们好不容易从相遇到相爱再到相守 你的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 他对你的心意要记住 爱不在怀疑中 而在你们的日常相处中 好了本期的问诊就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蓝有史的秘密 生活恩苦 我们聊天 我是诚意 诚意的心灵诊疗室 每晚一颗糖 带你入眠 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直接回头吧 他在等着你 不要怕我会哭泣 早就在心底 想象你说过的话 其实我们不许假 那就好吧 其实你对我不差 别跟我实之无畏 岂止可惜 虽然你还有感觉 但不是爱情 想象你说过的话 其实我们不许假 那就好吧 这些够了呀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不能成立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都你开心 我只不过 让你歇斯底里 你就让我跟着你 一起秘密 我们的事情 说毫不提及 让我们都能够清晰 你和他 是不变的定律 别对我实之无畏 我只不变的定律 我只不变的定律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你和他人都能够清晰 就算我爱你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都你开心 我只不过 让你歇斯底里 你就让我跟着你 一起秘密 我们的事情 说毫不提及 让我们都能够清晰 你和他 是不变的定律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你不能秘密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当你开心 我只不过 让你歇斯底里 就让我跟着你 一起秘密 我们的事情 说毫不提及 让我们都能够清晰 你和他 是不变的定律 我记得不甘 我付帮他 非常好 之后 看他 那边 我都是 都能够清晰 save我 我 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